耶旦节这一晚中国年轻人高举毛泽东相片及红旗喊口号人潮越聚越多 毛泽东同向广场万头传动 二十六号适逢毛泽东一百三十周年明代官方隆重纪念 官媒播出多部相关纪录片宣称在线毛泽东伟人风采 地方政府举办诗词经典诵读 中国邮政推多款邮票 湖南师范大学还有巨型生日蛋糕 从上到下推从毛泽东宛如回到文革 中国洗脑毛泽东思想凝聚民众借机转移施证不利焦点 但背后衍生的反效果也让中南海陷入两难 不少毛粉扬言不要资本主义显然跟现行中国路线不符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若重回毛泽东路线形同打脸现任领导人习近平 再加上死中毛粉 质疑现在中国严重腐败就是背离毛泽东教导 甚至怪罪政府走错路 导致中国年轻人买不起房不想结婚 中央最忌讳民众打着毛泽东旗号反对政府 当中国明星涣散之际毛泽东当神主牌 犹如双面刃 大家不免回忆起过去公平 人人有保障的经济收入时代 让北京当局自曝其短 恐怕引爆另一波政坛危机 三立新闻杨俊宗报道